姚姓的来源,姚姓的起源主要有三,一,出自归姓,为顺的后裔,相传,帝顺是专须的后代,因生在姚须,他的后裔子孙便以帝为氏,称姚氏,又因后来居住在归瑞河边,其子孙又有以归为姓的。 周武王克商建周后,诸丰前代圣人的后裔,遂丰避顺的后裔归满于臣,称臣侯,归满死后侍号臣胡宫,其后代子孙以其嗜号为氏,积胡氏,亦有以国为名,称臣氏,传至敬重时,应在其国做官,遂为田氏,到了王莽兴政的时候,丰田丰为代幕后,其子未必乱迁居改回归姓,其五代孙夫,父为姚姓,其二,出白子姓, 据陆史中记载春秋时期有姚国,是商族的后代,后世子孙以国为氏,称姚氏,其三,出自他族改姓,靖书中记载,西晋末年,有枪族首领姚义仲,本是汉代西枪梢当氏的后人,自称于顺之后,故改为姚姓,另有经国时期女真月家部,属于汉化改姓姚氏,另外,蒙古族努克楚德氏,在明朝时期即改为汉姓姚氏。